Hello,大家好,我是庞老师 大家正在观看的是新加坡小学五年级数学经典问题系列视频 讲解中我会尽量还原作题思路,帮助大家提升解题水平 我们现在来到的是整个系列的第39题,让我们一起来看题 Mr.Gall is 35 years old Gall先生是35岁 这个Gall我记得好像是姓吴 然后his niece is 30 years younger than he is 也就是说在现在的时候 now 我们的Gall 还有他的niece 的年龄,我们是可以 去表示一下,因为Gall先生35 然后呢 35减 30 他的niece 是 5岁 好了 接下来 我们看一看 他说 In how many years time will Mr.Gall be twice as old as his 外甥女 他的子女 那么我们假设 那么我们假设是在 x years later x年后 Mr.Gall的年龄呢 会是35加上一个x 然后呢 他的 子女的 子女的年龄 会是一个 加上一个x 或者x plus5 这时候他们 两个人的年龄是 一个三倍的关系 也就是说 niece 的年龄 times3 equals 我们的 Mr.Gall x年之后的年龄 我们把括号去掉 然后 一向 合并 最后发现 x equals 10 也就是 10年之后 Mr.Gall will be twice as old as his knees 这道题就给大家 解答完毕了 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 请点赞转发 并关注我的频道 您的支持 是对我最大的鼓励